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是换句话讲 我们主要注重在成为父母跟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讲说 如何做一个称职的父母跟孩子呢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上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们都知道孩子是神所赏识的产业 而父母是被神所托付的 来照顾孩子 所以孩子也可以成为我们父母的奖赏 称职的父母呢 要使这个产业能够发挥他的才能 并且呈现出最美好的一面 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父母最重要的责任 那称职的孩子呢 他要好好的表现 而能够得到父母的奖赏 这是一个做孩子的应该要做的 但是如何才能够称职呢 我换句话讲 如何才能够和圣经里面的教导呢 我们知道称职的父母呢 这边告诉我们至少有五个原则 第一个呢 我们要接受孩子的独特性 在箴言的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说 养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我们要使他走在当行的道路上面呢 是要照着他的生命的阶段 一阶一阶不同的生命的阶层时 有不同的要求在 第二个呢 要照着他的长处 他的优点 而不是照着我们期望的 乃是看他的优点是什么 然后同时我们要照着他的个性 我们孩子每一个孩子的个性都完全不一样 就算是我们手的五根直头 长短也都不一样 这是父母应该要知道的 每一个孩子呢 他都有他的独特性在 不要去比较 因为每个人他都是独特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要常常肯定孩子的价值 在马太文第十章二十九节跟三十一节这样讲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孩子呢 要肯定他的这个价值 如果能够肯定孩子的价值呢 我们当然第一个要注意到他 我们要用心 用心之了解到他 到底他的情形是怎样 第二个呢 我们要关心他 我们要用行动来关心他 第三个呢 我们要欣赏他 要用原意来欣赏他 所以我们常常对孩子呢 要用心 而且有行动 而且呢 我们要常常有跟他有对话 有原意 要真正要欣赏他 要奖赏他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说出来 这是第二个 我们对称职的父亲呢 第一个要接受孩子的独特性 第二个我们要肯定孩子的价值 那第三个呢 我们要信任他 然后互以孩子责任 我们知道英文的responsibility呢 它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response加ability 也就是责任呢 是一个人回应的能力 所以你让他要有回应的能力呢 你代表说你必须要当他有负责任 他才有办法去成长出来 我们在箴言里面的 第24章第16节说 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 人必兴起 一人也会跌倒啊 但他不放弃 他仍然会再兴起 你知道林肯 后来当了美国的总统 他用了多少次 他在整个当总统之前 选过众议员参议员 选过一大堆的这些职 很多次都是失败的 每一次都失败 但是他再起来 失败再起来 或是讲到我们国父的 十次革命也是这样 不会说革命两三次就不行了 就算了 没有 我们必须要怎样 让他有责任 而这责任就虽然有失败的时候 他仍然要再起来 这父母的角色就是信任他 帮助他 虽然是失败 也必须再继续的努力下 只要他的目标是正确的话 我们的第四个原则是说 我们要改正孩子但不责难他 真言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说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十三章第二四节又说 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我们原来是要管教儿子 我们不是要责骂他 也不是要处罚他 所有讲在他身上的 原来是要让他能够更好 另外有一次的经文讲说 不管教就是失身子 没有错 你到外面街上看到有一些孩子 非常调皮捣蛋 你不会去管他 因为他不是你的儿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假如那是你的孩子的话 你因为他为了他好 你就会想要管教他 我们要做一个称职的父母 也是这样 那改正要责难他的时候 我们几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个时机 我们不应该在怒气的时候 来责备他 那会越来越不好 第二个我们用词跟错词 要小心要谨慎 或者讲出来的话 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离物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的 我们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人得益处 所以我们要改正孩子 不责难他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注意 不要在我们生气的时候 同时我们用词跟错词 也应该要小心一点 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第五个原则是要 无条件地爱孩子 我们要主动地来原谅他 因为孩子他常常都会做错事情 我们不要给他条件地去原谅他 而第二个我们不要放弃他 我们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说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我们要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的样子 去爱我们的孩子 用无条件地去爱他 但是是要管教他 上帝如何对待你呢 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的样子 我们要像上帝一样 他接待我们的独特性 他肯定我们的价值 他因为信任就负于我们责任了 他改正我们 但是他不责难我们 他无条件地爱我们 我们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就像是这些上帝在爱我们一样 我们也要学着像这个样子来爱我们的孩子 也就是换句话讲 我们应该要来学主耶稣的样子 学主耶稣的什么样子呢 第一个他谦卑 他敬虔 他顺服 他知道要上十字架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他向神祷告 若可以就将这个碑挪走吧 但是愿神你的旨意能够成全 他就虽然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但是他仍然要去做 这是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可能是每一个我们父母的孩子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说 当要做一个称职的孩子 我们应该要如何 第一个我们要常常心存感激 我们知道父母对我们多么的努力 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这样子打听 每天非常辛苦的去上班 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要养育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心存感恩 第二个我们不只自己心存感恩 我们要常常为了父母来带导 祈求神祝福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身体健康 让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能够成为有帮助的人 第三我们也要学像主耶稣一样 主耶稣也是在地面上 也经过小孩子的那段时间 虽然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不多 但是他的父亲约瑟是木匠 很显然在三十岁之前 耶稣就是一直在家里面帮忙做木匠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像耶稣小时候一样 成为孩子的时候 我们要孝敬父母 然后好好的成为家里面的帮助 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也就是另外一个如何成为称职的孩子 我相信圣经都给我们很多的这些帮助 他来告诉我们在箴言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说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 他的儿你也有避难手 我要反问说 你的孩子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手吗 要是没有的话 就是我们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我们盼望能够早日成为我们的父母 称职的父母 第二要学向耶稣的谦卑敬虔顺服 就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洋溢他们 确实没有错 耶稣他怎样子的顺服 他怎样子的谦卑 他怎样的敬虔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愿神祝福在每一个人都成为称职的父母跟儿女 神我们要给神所使用 但是我们都有我们的身份 不是人家的父母 就是人家的儿女 要成为父母 要成为称职父母的应该要努力的地方 成为人家的儿女的话 就要成为称职的儿女应该要努力的地方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各自努力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成为一个美好的世界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守喜悦的儿女 我们就让神能够好好的善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活在世上就不会是白活的 而能够荣神义人 我们同心来祷告 呼神我们感谢祢 因为让我们每个人在地面上 不是父母就是儿女 或是两个人的身份同时都存在 神祢要我们在地面上能够荣神义人 也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角色上 我们也都要有努力 不管是成为父母也好 不管是成为儿女也好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认知 有这样子的努力 好使主祢的名得到荣耀 也使别人能够得到帮助 求主祢帮助我们 加添我们力量 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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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